对吧 也就仿佛如同是我的第二个提升 我的第二个自我了 那么同学们 那你造一个呗 我就好像被雷击中了似的 我们先说一个真实的 我被雷击中了现在 那就是I am struck by the thunder 没问题吧 但是我要说仿佛如同被雷击中 所以我不是这样说 I was struck by the thunder 都好 I was struck by the thunder 就好像是真的仿佛如同一样 所以这个句子希望你记住 这就是英文的笔句 不奢求你会用 但是先看了 多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所以这句话就出来了 他们将能够看到听到我们处运动中 仿佛如同看到我们处运动中一样 因为有了这些cd rooms 没问题吧 好 but the historian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但是说呀 看那些古代历史研究 古代历史的历史学家 好像也不轻松 转折了 于是 the historian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首先我们看到 都应放在了名词后面 如同定义从旧的省略 我们叫非为动词说定语 这你要变成定义从旧就好理解了 叫做 the historian which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就明白了 而他们词都以前讲过叫什么来了 他企图做某事 那些人一定要倒着翻译 但是那些企图去重建遥远过去的历史学家 大家看本集图读于 be faith with 一定记住这个词族 它的意思叫面对 面临面对 那么同学们 他基本等于fate 所以如果牛face就不要加with 如果牛被动必须加withface 比如说面对挑战 这可以说whenever we face challenges 也可以怎么说 whenever we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当我们遇到困难 whenever we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or whenever we face difficulties 两个一起同工 但是一个被动必须要加with 而不主动千万别加with 这里被动历史学家总是面临一些艰巨的任务 那些探讨过去 想重塑过去 恢复过去的人 还想知道历史的原貌的人 于是接下来他就怎么办呢 he has to 这些的he肯定只上文的historian了 历史学家就不得不deduce what he can from the few scanty clues available 首先第一个动词很常见 虽然是四六级的词汇 希望你一定要记住 它的反义词叫conclude 我们学过总结 先来看什么叫deduce呢 其实也是数学的词 它的意思叫演绎推理 推理归纳嘛 归纳叫conclude 而deduce叫推往下去推理 那么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来看一道数学题 不过这道数学题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这是英文版的数学题 其实比中国更简单 我们叫 if a e goes b and b e goes c we can deduce that a e goes c 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咱翻译点数学用语啊 你也不能翻译着 如果a等于b 我们叫舍 这样说的太数学了 舍a等于b b等于c 从而可以推断中 a就等于c 这就是简单的推断 而推断英文就是这个词啦 你起来跟我读一下 deduce 再来一遍 deduce 很好 当然不光数学家推一段 现在像柯南这样的侦探 也是忙着干这个的 所以deduce 我们要去一个词组 叫deduc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多形象 从某事中推出某事 从某事中推理出某事 deduce a from b 那举一个例子 detective 侦探 debused from the clues who had committed to the crime 说呀 侦探推断出谁犯了这个罪 有一太长 我们就把柄银割后面了 从哪 从这些线索中 来看 the policeman 这个警察能够推断 推断什么 你来翻译 the probable sorry the probable time of death from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ody 说警察能够推断出死亡的可能时间 从这个尸体的体温上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deduce叫推断 那咱们也推断一下吧 我就瞎说 还是刚才那个大爷旁边一堆石头 Masses of stones 那个图片 我说 这看那个大爷 估计你看 这看他七十多岁 那我推断啊 他的儿子至少四十岁 怎么说 直接从去就可以了 I deduce that his son 对吧 一定至少 must be at least e l e a s t 对吧 forty years old from this picture 或者from his age deduce a from b 从他的长相 或从这张照片中 我们推断 大爷的儿子 肯定至少四十了 这个词 是不是很实用呢 所以我们再来看文章中 他想表达的是 他将不得不推断 推断什么呢 what he can deduce a from b 从这些可用的线索中 推断出他能推的东西 老人一看后面的动词呢 怎么就看起那动词 不都得后面加个动词吗 被省略了 因为省的谁啊 肯定省了跟前部分 有一个相同的动词 我这么来看写 你看明白吗 he has to deduce what he can deduce 他就要 他不得不推断 他能推断 我不得不吃 我不喜欢吃的 what I don't like to eat 那么有的时候 他就会把eat给省了 I have to eat what I don't like to 就这种感觉啊 所以相同的动词被省掉 所以这个小的地方 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那么当然一个小的形容词 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词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scanty 再来一遍scanty 它的意思叫缺乏的不足的 刚才我们说大量的 叫math of 来自于math一拖 这里就是少量的 匮乏的 比如scanty cause 就是匮乏的证据 there is only scanty of evidence 证据很不足缺乏的证据 而不是反义词 there is a mass of evidence 同样我说这里的信息很匮乏 信息就是the information here is quite scanty 所以匮乏的 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 好 Even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remains 看shed interesting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man 甚至表面上似乎啊 significant的学过 叫重要的 而insignificant叫意义不重要的 不重大的 不重要的一些遗迹 都能够怎么样呢 重点词组上场 我们叫shed light on something 那么同学们要想知道 什么叫shed light 我们想要知道什么叫shed light 这个词很有意思 我们叫做使什么东西脱落 使什么东西掉皮 或者叫使退皮 比如举个例子 一到了秋天怎么样 树叶就开始落 花瓣就开始掉了 英文怎么说呢 它就会这样说 trees shed their leaves 树木就退它们的树叶 退掉脱落 或者使树叶脱落 and the flowers shed their petals 而花们就要脱落它们的花瓣 使脱落的意思 那当然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some kinds of deer shed their horns horn叫做脚 那说一些路 某些种类的路怎么样 脱落它们的脚 就是定不定期 都要换脚 就是换定人的鸡脚 那么当然蛇退皮 是不是就这样说呀 the snake sheds its skin regularly 蛇就会脱落它的皮 退它的皮定期的会退皮 那么今天第二就是shed的重要词组了 我们叫shed light on 把光脱落出去 它的意思这里转移 变成投射 不是把光脱掉了 那么同学们 当然也可以用刚才学那个cast 也叫投射 broadcast叫广播 cast叫投射 什么对牛弹琴 cast the pearls before swine 是这么来的 也可以直接扔 throw 我们三个词都可以加这个词组 叫cast light on something 把光投射到某屋上面 执意 shed light on something 以及刚才最简单的 throw light on something 那当你有的东西 比如要辨别真伪的时候 一个好的瓷器 你要想或者一个好的浴丸 你看不清怎么办呢 我唯一的看清办法 就是把碗对着光 让光cast the light on the bow 把光投到碗上 就能看到它是否完美无瑕 还是会有一些瑕疵 所以这意思也就出来了 叫是什么什么清晰 或者就是中文口语 把什么东西搞清楚 弄清楚什么东西 举个例子 recent research has shed light on shed light on 说最近研究把光投到了 这个疾病的起因上 就是说把最近这个研究 使得疾病的起因变清楚了 或者就是研究弄清楚了 疾病的起因 所以弄清楚某物 记住搞清楚某物 我们叫shed light on 举个例子 这句话怎么翻译呢 investigators叫调查者 hope to shed light on 现在经常会这样说 希望去弄清楚 希望能清楚什么呢 what started the fire 希望把这件事显现出来 就是希望 弄清楚什么引起了火灾 好那咱们找一句 我希望弄清楚 他为什么离开我 那怎么说呢 I hope to shed light on why he left me 是不是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句子 一定要记住 搞清楚 不见得非得用understand的吧 用一个shed light on 多一种比喻的感觉 写起作用来用到 是不是非常的给力呢 所以有的时候 心肝点在有些非常好的词组 希望大家记一记 这里看个文章中 想表达什么意思 even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remains 就是那些不太重要的 一些小遗迹 哪怕也有动物的残躯的意思 那些小的不重要的东西 都能够把早期人类的历史 搞清楚 或者都能够把这个东西 显现出来 都能够understand 让他弄懂那些东西 不就明白了吗 好 如果明白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 来看下面 下一段 up to now 重点词组画下来 up to now up to now 有的时候也会把to写成to 两个没有区别 它们是一样 叫做到目前为止 完全能以前学的到目前为止 我们叫so far 注意这个出现是一个语法的考题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应该用什么实态呢 从过去之到以今天为止 一定用现在完成实 说 up to now 到目前为止 historians have assumed 说科学家已经认为 认为什么呀 that calendars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advent of agriculture for then man was faced with a real need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the seasons 这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很可怕 为什么呢 我又说你为什么要读一段呢 因为你看这一三行就是一句 所以同学们 有的时候我们还真得模仿模仿 为什么自己写作 中考高考写不小于六十字 有的六十字都写不到 但是你看人家一句话 就能写个小二三十字 不能到六十字 那估计就是琢磨人家 是不是老用从具呢 是不是老用一些复杂的结构 状语从具 逼于从具出现 所以真是这样 慢慢写作挑战自己 如果不使用从具 我还不如不写 老是写三字经没有本事 那同学们 咱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这一句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